哈喽大家好,我是姚主,我在新西兰 今天呢,我去玩了一下 但是呢,下午就阴天了 回来之后又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新西兰又开始进入级别了 那么现在呢,新西兰的奥克兰进入了三级 三级的这个情况 三级的情况呢,就是说大家没什么事不能出家门 比如说你基本的采购啊,超市啊 或加附近的海滩,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其他的城市呢,就变成了二级 二级的话呢,就比三级要稍微轻一点 就要以奥克兰为首是比较重的 那这个,这一次发现的情况是一家人 这一家人呢,是这个女的啊 她先有了症状,然后呢,他们就去测了 测了之后发现,这三个人全都有症状 全都是阳性 然后但是这个家中的男主人啊 是没有症状的 然后那个小孩呢,可能也是有症状 这个小孩呢,他是在学校里上学的呀 所以学校就很危险 然后他们还去了不少地方 嗯,去了这个,牛普里茅斯这边去玩 然后还有那个,去了超市 嗯,去了这个专门买,买药的地方 然后去了,就之前给大家录过那种买工具的 花园工具的那种地方 还去了好几个,反正也是去了不少的地方 然后但是为什么说他们会 嗯,有这个情况呢 就我,我个人觉得是跟这个女主人 她的工作环境是有关系的 这个女主人,她是在这个 呃,专门负责在这个飞机 给飞机提供这个食物啊 然后提供一些其他的 就是辅助的这些东西的 这样一个公司 所以我觉得肯定跟这个女的有关系 但是呢,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要封闭这三天啊 封闭这三天呢,就是说想查出来 这个感染源到底在哪 但我觉得,就是我猜的话 肯定是飞机太,太,太复杂了 如果真的查这个源头 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新西兰的疫苗啊,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 这个疫苗呢,呃,不是说 现在还不,比如说我就不能打 为什么呢,它第一波呢 先是,就其他的没说啊 第一波呢,它先是给这些 高危工作者,什么叫高危工作者 就是,比如说隔离设施的呀 然后,呃,医护人员啊 这些跟他们会产生直接接触 有机会产生直接接触的这一拨人 给他们先打这个疫苗 应该是2月20号,对 星期六吧 反正下周末,对 所以呢,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这两天呢,我都会在家了 诶,不过还好 我就是今天不是去了海滩嘛 然后,呃,也给大家录了一些 呃,小视频 所以呢,可能过两天 我就会陆续给大家播出来 嗯哼,拜拜 嗯哼,拜拜 视频 好